你朋友燕老八被传送进了怪谈世界 怪谈场景为妈妈的纸条 我能退出吗 这也太难了 这都十九层地狱级的难度 我个言都不定过得去 通关后可以奖励你一千五百块钱 所以说这么难 他没有我能行吗 这么难呢 那是全款给 老八出现在了一间房子里 妈妈离开了 她必须安稳的度过今晚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 怪谈将在明日凌晨一点结束 所有规则都藏在这栋房子里 没事别害怕 保持冷静听指挥 先个屋里翻翻 主要找那个小纸条 老八先找了客厅 在沙发扶手缝隙里 发现了一个纸条 上面有三条规则 规则一 黑色的猫咪叫小花 她很容易饿 且胃口很大 规则二 尽量不要关死门窗 也不要关闭纱窗 保持良好的通风 对你很有好处 规则三 左边的邻居不是好人 你可以完全不信任他 这个猫啊 虽颜色怪谈的表配 但是他有好有坏啊 只要这个玩意儿在房间里 这个是最高优先级 要确定的东西 你先确保他 一直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先找他 老八转了两个房间 终于在卧室的一角 发现了他 他似乎很害怕 警惕地盯着老八 害怕 猫一般不怕淫 你这么低 你先喂喂他 关键的时候 这猫可能救你的小狗命 老八表示 这话很扎心 他一个大活人还需要猫救命吗 你懂个屁呢 俗话说的好 双拳男敌四手 是豪虎架不住群狼 好汉子他架不住三胖 哎 好汉子三 好汉 一个好汉三个邦 哎 对 这都伤苦的东西 哎 你赶紧喂别废话 老八慢悠悠地翻着猫粮 发现猫粮空了 又开始慢悠悠地翻起了冰箱 怎么说不听呢 要你快点喂 老八说你居然凶人家 是个大坏蛋 你看鬼泽一了吗 容易那俩字是红的 如果这俩字是假的呢 这句话就不是他很容易饿了 而是他很饿且胃口很大 你听听这是个陈述句 是他现在就很饿 这屋里只有你一个人 你猜他饿了能把你撒的 我刚才是怕你 还怕我没跟你说 你还搁的嬉皮笑脸你 老八顿时焦急地开始翻着 发现冰箱里有两盘炖肉 立刻将肉扔给了小花 小花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老八的身后 似乎在乖巧地等待着 吃到炖肉他非常开心 而且胃口的确很大 把老八都看饿了 他也想吃一点肉 哎呀这个你要是不太饿的话 你早点别的东西吃 尽量都留给冒 别让他饿的 老八在冰箱里翻找了一番 发现有开封的超大号鸡爪 还有香肠 老八拿出鸡爪正要打开 第二个小纸条从里面掉了出来 规则四 茶几上有钱 饿了就出去买东西吃 家里没有你可以吃的东西 规则五 出门时确保走廊的灯都是好的 在灯灭之前离开走廊 规则六 不要碰门把手 家里的门都是人脸解锁 会自动打开 不要碰门把手 你先把你手里的刺利都放下 老八放下了超大号鸡爪 默默地退到了插鸡旁 拿起钱准备出去买点吃的 你等会儿啊 这红字有点太多了 你能挺住不 你要能挺住尽量就别出去了 老八说不行 他这具身体似乎不知道饿了多久 看到第二张纸条后 有种无法抗拒的饥饿感 哎呀行吧 这个红字的你大概是没什么用 可能是迷惑 只要家里的食物都别吃就行了 但是走廊地 这三个字如果是红的 你现在打开那个客厅灯 你看看能量不 老八打开了客厅灯 发现客厅灯一闪一闪的 并不正常 他踩着凳子上去修了一下 现在客厅灯已经恢复正常了 红字果言有诈呀 我猜他是想要咱们觉得红字是好的 所以在规则六强调了两遍 不要碰门把手 但他家里毫无意义呀 他家或者不家这两句话 规则六的意义都没有变 我都不会去碰门把手 但规则五已经确定了 红字大概率有诈 他可在跟咱们玩心理博弈 老八说他现在已经饿得撑不住了 请求出门 行啊 开着客厅灯 你先砸两下那个门 你看看那个走廊审控灯亮不亮 如果亮的话 你扫脸之后用脚开门 记住啊 老八通过猫眼看向门外 走廊内一片漆黑 他狠狠的贴了两下门 发出巨响 猫眼边缘稍微亮了一点点 但整体还是黑的 只是这黑暗似乎会反光 所以看得出来 他在动 凶 行 emi 不是 我 没有 pum 你 感谢观看